大家好朋友 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 今天是2020年4月17号礼拜五 昨天美股是普遍小涨了 但是整体的一个涨幅也不是特别大 美股市大指数周四是微幅收高的一个状态 那整体最新的一笔数据是 摩根什兰利公布目前交易收入成长了24% 这也是预料之中 各位不要觉得说因为三月份是空头 所以银行业就像昨天高盛和花旗一项那么惨 摩根什兰利在交易的收入营收上成长了24% 跟你讲有人卖就有人买 所以不管卖和买 银行都要收手续费 待会我们会仔细从一个财报面 来跟各位解析一下美股昨晚的一个实体状况 好那美国协议人数再增加520万人 四周以来目前有2000万人是属于失业状态 但这2000万人各位也不要过于恐慌 这是在所难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2000万人一定不是想要找工作找不到 我们最合理的一个判定是 现在是禁足令 禁足令就算公司想要面试你 他也无法面试啊对不对 所以很有可能是目前禁足令的一个结果 让整体的失业人数快速的飙升 那等到5月1号 美国开始陆续解封之后 相信这个数字很快会降下来啦 各位紧张也不用紧张到一定的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整体美国在经济衰退的一个数据上 预估预估可能到第二季左右啊 迟早会停下来 迟早会停下来 这是投资圈的一个普遍看法 好那台股昨天是全职三网全部翻黑 但整体的买盘力道还是蛮强的哦 昨天成交量是降到1557亿哦 但是整体底下的买盘力道啊 仍然让中场值下跌了71.73点 收在10375点哦 仍然似乎要补足 似乎要撑住这个缺口的感觉哦 所以台股还是要再观察一下 但的确啦 的确有这个多头的味道 开始要展开的感觉 那当然哦 待会我们会跟记 昨天周十下午两点钟台积电 第一季法说会整体所公布的数据 先简单提一下 第一季啊台积电的获利啊 是非常非常惊艳的 超出所有投资者的预期 每股存益要到4.51块 而且重点是哦 不下修资本支出 我们知道资本支出是衡量 未来一档个股或一档基本面 或者一个产业 整体的一个长期发展趋势 因为这种资本支出啊 它可能一投入啊 就是投入个一年到两年 它所产生的效益呢 可能会长达到五年到十年 资本支出我们简单来讲啊 就叫做投入技术研发的一个资金 所以资本支出整体的这个投资金额都很大 以台积电为例 大概都150 160亿哦 所以它不下调 目前的资本支出 也就是台积电 本身在未来的订单展望啊 仍然是有一定的信心哦 好那最后我们会根据 目前油价连续两天 都收在20块美元以下咯 那整体油价的下跌啊 也被动啊 让黄金也跟着稍微微幅的修正 大概在1730块左右 那原油价格下跌 黄金价格下跌啊 所以美金啊 美金啊 还是又上涨了 美金仍然是一个生殖格局哦 但这个生殖格局哦 不可能一辈子哦 美元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啊 在这一段时间哦 但是迟早迟早会掉下来哦 所以目前啊 布局黄金啊 布局这些避险性资产啊 其实就是等一天美元下来哦 其实就这样子而已哦 好 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的 游婷号的财经浩角粉丝专业哦 每天早上八点半 我们过去根据财经时事 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哦 那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在直播当中 跟我们一起互动哦 不只在我们的 游婷号的财经浩角粉专业哦 在我们Gmoney粉专业 以及Podcast SoundCloud Spotify啊 能找都找得到了哦 各位网路这么大 啊 这个各位有能力自己搜寻得到哦 想爱怎么听就怎么听 好 马上来看一下整体美股啊 市场上的一个状况啊 周四的时候 新冠疫情啊 对于经济影响 持续的透过数据来进行现行 昨天啊 最直观的一个数据是 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已经破表524万人 这是一周的一个人数哦 目前来看的话 有2000万人是属于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一个状态啊 油市呢 就是持续的不振 能源股仍然是非常黯淡哦 那摩根斯坦利哦 虽然在整体的手续费啊 银行收入上啊 增加了24% 但是财报整体来讲并没有多好 所以整体的事况啊 也能只能说是涨跌互线哦 那当然最后最后啊 是由整体的川普的谈话 以及G7啊 领袖同意世卫 应该要检讨与改革啊 似乎有一种 整体的一个疫情趋环 要找一个最终的源头 以及进行一些整齐疫情的检讨 那纽约州长呢 也和多位东部的州长同意啊 目前的封锁措施啊 大概会研制到5月中旬哦 所以川普说的5月1号 要开始进行解封啊 第一个欧洲当然有可能 那第二个可能是 部分的美国的州解封而言 应该不是主要州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其实整体啊 市场所受到的这种疫情的研制效应 还是会存在啊 所以观众朋友还是要持续来做一些观察 持续来做一些注意哦 找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 美国可以完全的复工 好 美股道雄指数上涨33.33.0.14% 收在23537点 标普海指数上涨16.19.0.58% 收在2799点 那斯达克指数上涨139.19.1.56% 收在58532点 飞行电报道雄指数上涨42.95点 2.61% 收在1690点 昨天主要是整体的半导体产业 以及科技股大幅的上涨 飞行电报道雄指数上涨2.61% 整体上涨的幅度比较高 当然啦 飞半整体的波动性也比较高一点点 那待会我们会提到 其实台积电ADR 目前的整体溢价幅度也已经来到10%了 所以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啦 对于台股目前的一个提振 就是靠台积电嘛对吧 好那美国失业人数 增加了520万四周以来 已经突破了2000万大关 好这样的一个消息性刺激 目前投资市场认为 在预期之中 在预期之中 我们曾经跟各位说过 当时我们在整起疫情所爆发的失业率上 20% 30%都是可以预见的 所以只要没有超过20% 30% 股市就不会再跌 为什么 因为股市已经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性因素 进行下跌修正了 所以只要失业人口数啊 没有到一个夸张的程度的话 那么只要符合预期 影响到股市就有限 所以四周以来 虽然可能会突破2000万人 但是整体对于股市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这个是我们比较深度的一些解读 好那美股的状态大概是这样 进行一个高档震荡 低档反弹然后进入一个修正正当的一个格局 当然随时啊随时啊因为利空啊大多已经出境 我们已经可以合理的去预估 这一期的疫情开始复苏大概会在第二季末左右 所以呢除非又来爆发一个完全无法可控的疫情爆发 那当然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照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各位会很清楚哦 整体的复工趋势差不多就是第二季左右 所以已经是可以预料得到了 那我们等待的就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利多因素 利多因子会开始出现 那我们在等待这个利多因子的同时呢 我们又必须要去尝试着消化第二季初或者说三月底的一些财报数据 或者是一些总金数据 如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难看哦 那这会对股市造成一定的研制效应和整个刺激效应哦 好台股整体的盘后状况啊昨天呢是下跌71.73点 收在10375点哦成交量又降回到1557亿哦 烧降但是还略可接受哦 所以整体的内支买盘力道还是强还是强哦 外资在台子期结算之后哦 态度是趋缓反手调节持股了 包括台积电红海和大力光啊都是连妹走跌啊 台积电都是中场下跌一块了 但是盘后的记者会哦 老实说必须承认哦 这个相较起来比法人投资者预估的表现还要好一点 我们刚才提到说台积电的ADR 随着费半大涨啊5.5% 目前整体的溢价已经拉到10% 什么意思呢 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根据汇率换算成台币 比目前的台积电286块还要多10% 还要多8.6块 还要多这个2.8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实质对于台积电后续有没有一些补涨空间呢 是可以来做一些观察的啦 那当然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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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积电昨天的一个法收会啊 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哦 昨天台积电公布了首季 也就是第一季整体的营收啊 是1169亿哦 这是单季最高记录 历史上啊台积电每一季每一季 其实真的是有在这种突破的趋势哦 即使三月份本身啊受到的冲击很大 但是仍然是创了单季新高 当然啦我们一定可以分析说 因为台积电有些单啊 早就已经排到半年之后了 哦所以可能一到六月的单都不错 可是一到六月的单不错 如果市场的需求真的衰减 那么即使在下半年啊 还没有接到订单嘛 都有可能啊市面上的这些厂商啊 都有可能减少对于台积电的需求 所以虽然第一季的首季营收啊 是创了一个新高格局 但是呢也不代表着全球需求动能仍在 也有可能他只是先预定好了三月的订单啊 如果他不预定不收这些货 那些厂商是要违约的嘛 所以整体的这个表现呢 虽然比预期中还要亮眼的很多 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保守来看待的 当然他计增是0.8% 年增率是90.6% 每股存益哦 创下了4.511元哦 这个蛮高的哦 优于法人的预期哦 那当然当然啦 其实整体的展望哦 它的营收什么部分啊 我们刚才提到 因为变数很多 有可能三月早就已经预定好这个单了 所以法说会最重要最重要是要根据观察的一个讯息哦 来自于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呢 简单来讲叫做技术投入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简单来讲 就是我为了要研发出一个三奈米二奈米一奈米的技术 我要投入多少钱 或者说我想要让良率提升一趴 那我必须投入多少的资金 好 那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呢 台积电在法说会已经公布了 不会改变150亿美元到160亿美元的预算 也就是说从台积电本土对于未来订单的角度 他认为市场对于台积电本身的需求仍然会存在 所以这笔钱花的值得哦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目前三奈米技术啊 预计让上半年就会开始市产 2022年的下半年呢 会开始进行量产 当然台积电在无奈米还是完全独断的技术哦 三星只有在7奈米有部分的生产 而且这个生产呢 良率非常的差 也就是说三星有7奈米的技术 可是呢 三星本身的良率不高 所以它生产出来会有很多的瑕疵品 台积电不一样 台积电为了一个提升0.01%的良率哦 他所投入的资金就是几百亿美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各位就可以可想而知哦 台积电在短期内的一个独占地位啊 仍然会存在 当然哦 台积电也根据目前手机试矿的销售量啊 做了一些评估哦 认为啊 应该会在各位数 不会超过两位数啦 各位数内的一个整体手机销售额会 整体营收啊 会在手机的部分进行衰退 那6奈米以及5奈米呢 目前5奈米已经开始进行量产哦 本季就会开始放量 当然到底有没有人要这个货 或者说他拿了这个货真的会拿去生产吧 也许也许只是之前签好订单而已啊 那6奈米呢已经市产哦 年底会开始量产啊 那可以7奈米百分之百相容 美国的市场和南京厂的部分啊 基本上美国仍然要在评估当中 网约整体的一个市况不是很迷人啊 完全停止住了哦 那南京厂的部分哦 目前台积电已经发表认为说 将会依照原定的计划 月产能会有1.5万片的12寸金元 增值到2万片哦 所以整体台积电对于大陆的布局仍然在持续 并没有因为美中贸易战啊 产生大幅度的影响啊 设立的厂还是设的哦 这边提供给各位 好全年的营收啊 预估今年仍然会上涨15% 不能讲15%上涨 营收会增加15%到18% 所以台积电本身在于今年的整体营收上 仍然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这是法说会所释出的消息 所以我们才会说啊 台积电有一点乐观的不可思议 我们都很清楚 即使3月份4月份财报 再好 都很有可能只是事先的订单的预订 对不对 我先跟你预订好了蛋糕 对不对 就算我现在不吃 我还是得付你钱嘛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不吃 可能我7月份8月份9月份啊 我因为已经花掉这笔钱了 我就完全不想跟你买了 所以台积电本身 在订单的一个预估量 本身就会有一些误差值 各位不用说太过度的看好了 好那 当然哦 昨天iPhone SE 各位有看那个发表会吗 我也有看 入门价只有1.45万台币哦 这是史上最便宜的iPhone哦 当然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啊 它就是14年的造型 15年的指纹 16年的屏幕 17年的机身 18年的镜头 还有19年的处理器 还有20年的手机 简单来讲 它就是一个 我不能讲它是一个好手机 但它一定是一本好的历史书啦 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就知道哦 如果很想用iPhone的 1.4万哦 这个是 1.4万是很便宜很便宜的iPhone 说真的 而且你还可以把过去的历史全部综合起来 多好的一件事情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油价 油价连续两天已经收在20块美元以下了 那这样的一个讯息啊 也带动了把黄金价格给拉低了 为什么因为整体币型资产的一个下降啊 让市场啊 对于美元的需求又开始上升 各位要知道 美元升值啊 黄金涨不了多少 美元贬值黄金就会涨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啊 因为对于原油的一个失望态势啊 投资者还是普遍 更持有美元 所以黄金仍然是做了一些微幅的修正 你说这个修正的幅度可不可以到进场 也还好 那修正的十几块而已哦 至少要1700以下 再来做思考要不要进场 对不对 从短线上来看是这样啦 好了 连续两天原油价格都在20块以下 OPEC目前表示说 因为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啊 冻结了全球经济啊 目前市场对于目前原油价格啊 可能会降至30年来的最低 也就是说 有可能再跌一点点都是有机会的 但是这一波的下跌 跟各位讲过 两大原因 第一个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 造成企业被迫停工 所以供应链断 航空航线也断 石油的需求锐减 第二个原因是 沙烏地亚阿拉伯和俄罗斯的冲突 让整体的原油价格跌到这个程度 但是供给面呢 目前全世界已经谈好了 所以没有供给面的问题了 现在纯粹就是需求的问题 那技术的需求呢 我们所要观察的一定是中国的数据 到时候会来跟各位检讨一下 大概四月份 可能要等到四月份才能看到 四月份过完之后 中国整体包括这种BDI 干货指数 或者说原油的需求指数 来做一些细节的分析 来跟各位说 到底中共或者说中国 作为一个第一阶段复苏 第一阶段复工的大型经济体 它的整体需求量 是否能够快速的提升 它提升到了疫情前几%的水准呢 这是我们后续会来为各位做一些分析的 如果它的需求也不过比复工 比这个复工时增加时30% 那么可见原油价格不会这么快上来 当然如果原油的整体需求 中国是倍增的状态底下 那我们也可以合理的预估 在五月六月欧美开始复工之后 原油价格的奇谈 是可以预见的 所以这边提供给各位 最后一点谈一下 最近台湾公布了无薪价的整体数据 昨天公布目前实施无薪价的加速 一共来到588家 一共有14821人失业 不能讲失业 无薪价不算失业 无薪价不算失业 没有薪水 但是有工作 其实跟失业没什么两样 但是不算在失业人口 所以前副总统吴敦义 曾经讲过一句话 被民众吒罚 他在08年的时候讲了一句 发明无薪价的人真是个天才 为什么 因为他帮助了政府 不要在失业率上面呈现的太难看 所以目前整体失业人口大概 失业无薪价的人数是14821人 这个是目前十年来最惨的记录 当然最惨的那一年跟现在比也无法比了 最惨的那一年是20万人失业 08-09年的整体金融还小 所以14821人 虽然是十年来最惨 但是政府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帮助 这一些申请无薪价 或者这些受到疫情冲击的厂商 这个是目前市场上有信心的 因为人口数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提供给各位 还不用特别的担心 好看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 一起聊聊天 分享一下 交流一下 圣源说 好圣源你的问题 我就不问了 不念了 每次都来乱 好义认说 真的长得快 我的50反还来不及跑 只开心了一小时 可能啦 目前的整体盘势 还是比较一个盘整偏多的格局 所以你说要买50反 我认为是做避险用 不可能是为了真的要对赌 走入空头 小胖说 请问如果某股外资卖压承重 有几万张 通常要观察啥信号才能承接 我个人认为 我在想你在讲 金融股的话 应该就讲中信金之类的吧 我猜啦 如果外资卖压非常的承重的话 那么 从短线交易来看的话 就必须要跑 我们要这么清楚的一件事情 外资卖压承重 分为几点来看 如果是单日的卖压承重 完全不能拿来当作参考为什么 因为外资本身有系统单的因故 所以 它有可能只是因为台股今天的盘式 或者雅股今天的趋势 进行一些细节的一些调节而已 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外资卖压承重 那如果连续好几天外资仍然持续来做卖超的话 那我们几乎就可以肯定 外资这么卖的幅度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 这个时候先跑再说 从短信上来观察是这样子 那当然 从总体趋势或者长期投资来观察的话 外资卖压承重 那么就是依比例向下承接 因为外资卖压承重 有非常多的讯号因素在 主要还是来自于全球整体资金的调配 跟它特别看坏这张股票 有一点难度 除非它是全职股 全职股本身在财报以及释出的消息 会有立即性的影响 但如果你买的不是台积电 台积电之前卖压也很沉重 那你哪能观察什么信号 你就只能期待全球局势不要那么差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分清楚外资的整体的卖压承重 是来源于对于个股的调向平等 还是因为全球局势不好 或者说避险资产的一个需求比较高 所以它必须卖股票 买黄金买债券 所以各位要这样子来分清楚 我们常跟各位说 很多官方朋友问我一些问题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答案的原因在于 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问我说 问一个马拉松跑者 问他说 我想要跑步 到底是应该是前脚先着地 还是后脚先着地 他发现 每一个会跑步的人 有些人是前脚 有些人是后脚 但是一个专业型的运动员 他就会跟他说 要看你平常跑步的习惯 你是穿什么样的鞋子 你是跑什么样的路 你是短跑还是长跑 这都会影响到你本身在脚步 或者说跑步姿势上的转变 所以投资市场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根据一个讯号 就马上来做判断 而是分为不同的模式 分为不同的细节 不同的个股 来进行猜测 好不好提供给各位 好 这个威伦旺说 台积电不能减资本支出 一堆台厂现在本梦比30%支出 是啦 是啦 台积电当然不能减 但是台积电一减 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 有一定的 应该怎么讲 对于市场有一定的标志意义在 什么意思 台积电作为一家台湾的龙头全职股 如果市况真的不好 它不能硬金 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本身 它不具有这种国家护盘的色彩 它一定必须根据 国内整体的需求情势 或者国际整体的需求情势 来做调整 它不能为了要支撑台湾的供应链 那就不减资本支出 没有这回事 它仍然是一个私人企业 好不好 提供给各位 伟豪说就换i8处理器 而且电池很小 便宜嘛 便宜嘛 刚才讲了嘛 它就是 这个 把过去历史 零组件 全部组装起来 每一年挑一个零件出来 然后组装起来 就变成2020年的新机了 而且够便宜 对不对 中文说 用惯大荧幕再回小荧幕很难 这倒是真的啦 好 Tony Lu说石油正恶还可以进场吗 你说元旦那党吗 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 进职还是低于两块钱 再两天 再两天 就达到金管会已经宽松的下市门槛了 所以官方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真的要买DIF 建议你去买接口 说真的 建议你买接口 Enjoy Fun Low 说潜水快半年 每天准时收看 讲得很棒 谢谢你 你怎么钱这么久 每天来跟我说声早安也不错 好 韦伯问 买什么样的标的物 可以有黄金有强烈的联动性 黄金存折 黄金存折 而且现货本身的波动性没那么高 你所担的风险也没那么快 当然黄金价格 目前一定要等稍微回落一下再买 因为黄金在这一个礼拜 本身的一个幅度 从1680 瞬间就飙到1740 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等回涨的时候来做买进 当然如果你是分批买 没差 这个礼拜买 下礼拜再买 下礼拜再买 一直买下去 也可以 那就没有差 好 小胖说 帅号真的好聪明 就是问中信金 好专业 谢谢 大家都是搞股票的嘛 当然会了解一下 Meglin说 美元贬对于人民币的影响 我们要这么讲 其实人民币升贬值 受到的幅度 跟国家政策 比较有高度相关性 其实你看 人民币的升贬幅 就以人民币本身指数来看 我们不是说人民币 对于美元贬还深 其实波动率没有那么高 波动率跟美元比起来小多了 所以其实美元贬对于人民币的影响 我们要讲的是美元贬对于美元指数的影响 那对于美元指数那些主流货币的影响会比较明显 所以美元贬对于人民币的影响 人民币可能会做调节啊 那就跟着它贬嘛 对不对 人民币是很常做这样的事情 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性 但是美元指数的升贬会直接影响到 与这些美元指数里面成分货币的一些挂钩 包括瑞士克兰 英镑啊 欧元啊 这些对于美元的本身的反应 会比较高一点点提供给各位 好 Mark Tran说 感谢浩哥的节目 好感谢哦 辛迪库说一直等不到跌 那你是之前跌不够是不是 我们都从二月布局到现在了 老实说啦 我的布局也才到六成 现在涨那么多 我心情也不是很好 因为还没布局完 但是算了啦 那没有布局到的 那就送给他 好不好 大家也不要这么弹心嘛 安东尼比尔说 浩斯尔 黄金存折可投资吗 当然可以啊 但是当然要等拉回啦 或者做分批来做来买进 清拼利说 请问美债基金能买吗 没有人现在在买美债的啦 股市正准备要往上冲 你买美债 等冲上去再买就好了 好不好 我们常讲吧 股市涨 债券跌 股市跌 债券涨 所以你要在股市涨的时候 买债券 股市跌的时候 卖债券 简单操作策略是这样子的 当然有细节的话 再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 好了 九点钟 感谢各位见参与 我们就明天 不对啊 礼拜一早上再相见了 祝这位周末愉快 天气不错 各位可以出去晃晃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照顾身体 照顾身体啊 就是对于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家人 最好的表现 感谢各位见参与 下礼拜一再相见 拜拜